感谢主 今天这一堂我们来讲主恢复的意象 其实弟兄们说让我讲一个见证 我觉得自己不知道该讲什么 我讲一下自己 其实我感觉大家听了大家这两天的见证 感觉大家真的非常有福 因为你们是真是出生在神的家里 长在正确的地方 我自己是十年前得救 但是一直是在走在一个弯路上 我是在工会里面得救 在工会里面也在跟他们也一起做事 带茶经 带福音 带追求 带诗歌 但是就不知道带主 直到2014年 因着一些情况 家里面父母也在这里 所以说他们也能见证 把我带到了咱们这个聚会中间 就是2014年夏天的华语成全训练 在那里真的是 现在想想 那真的是看见什么叫做异象了 在基督教里面四年的时间 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 神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 从来没有人给我说过 神他为什么要拣选我 为什么要救我成为基督徒 直到那一天 直到那一年 弟兄们把创世纪28章连接到马可福音16章18章 一直连接到以弗所书4章16节 讲到了基督的身体的建造 讲到了神他可慕得招一个家 讲到了基督就是那个建造家的材料 这下子我真的感觉豁然开朗 教会就应该这么建 所以在那个时候真的是给自己一个非常大的启示 才明白原来这里有一条非常光明的道路摆在我的前头 也就是主他要得着一个家 他要得着他的身体 他要得着他的心腹来做他的建造 但是不过是因为自己里面还是有很多抓夺 所以在2014年结束之后 虽然看到非常高的意向 但是自己却没有跟随这条道路 里面还有宗教的观念 里面还有自己对世界上那些韭菜黄瓜的一些向往 所以在2014年到2015年 整整一年的时间 我是没有跟任何人有任何的接触 无论是在恢复中间 还是在跟原来工会中 就不想跟他们做任何接触了 而且因为一些原因也受了一些半叠 所以说整整一整年的时间 让自己心里就有这么一种不知名的愤怒 就想像保罗当时还是扫罗的时候 就想去抓住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人 所以说自己那个时间也过得非常愁苦 主也给我非常多的对付 自己生活已经完全的崩塌掉 搬到了一个新的城市 但是自己收链钱也越来越少 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 自己也没有地方去 自己也没有地方喂养 非常的枯干 到最后整个人完全就是在那发死 但是感谢主 主还是对我有很多怜悯 弟兄姊妹还是对我有很多怜悯 所以说当我到最后真的是完全不行 跪下来向主去哭求 主要我是已经真的不行了 我自己是山穷水尽 我自己做不到任何事情了 这时候我们弟兄就给我来一个电话 把我叫到安纳汉去 我不知道来这干什么 我也非常不想来 因为那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不想去的地方 但是依然圣灵给我这么一个带领 说你应该去寻导那 所以我就来了 一到安纳汉 在那里这个全神圣训练中心 弟兄给我非常好的照顾 让我在那里待了两个星期 我感觉这两个星期 真的是主给我更多的光照 而且改变了我的生命 真是在这个两个星期的时间里 通过跟弟兄姊妹一起的上课 首先我看到一个不一样的生活 一个操练的生活 一个敬拜的生活 一个天天向主而活的生活 虽然说这些弟兄姊妹跟我一样大 甚至还有很多比我更年轻的 但每一个人灵里的火热 是我这种在基督教里 多少年都没有遇到过的 而很多人其实只得救 也就一到两年 这让我非常的震惊 其次再就是真理 在这里讲的这个真理 我是为什么受到半叠 也的的确确就像这次信息中所说的 把自己这么一个器皿给打开了 让很多不干净的东西进来 在那里两个星期的时间 真的给我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观念 自己的灵是要打开 自己的魂也要转 最后发现网上讲的那些东西 原来没有一条是真的 所以说这真让我看到了 原来这个恢复 这个执事是一个独一的执事 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执事 而且是一个最正确的执事 因为他真的是在讲主的心意的 第三呢 也是的的确确的最后一点 是真的是看到了 有很像这次 也是像这次训练所说的 我们恢复里需要很多的父亲 这里的确有很多的兄长 很多的师长 也给我非常多的帮助 在那短短两个星期的时间里 人性上的顾期 神性上的未养 直到让我自己知道 我应该把自己的灵转向主 我应该把自己全人交给主 把自己生命交给主 让主亲自来做工 让亲自来制作 最终回两个星期的时间 我真知道什么叫做喜乐 不是在外面的抓独 不是在公司里面 跟谁勾心斗角 而真就是在主里面 来享受基督 让他做我的丰富 让他做我的美的 所以说我回到了 我当时上班的地方 是在俄老冈州伯特兰 回到那里 下了飞机一个多小时 弟兄就打电话过来了 我从来没见过他 但是他说 孟弟兄 我希望你能够过来 到我们这里来看一看 所以当天晚上 我就进了学生的小牌 跟那些弟兄姊妹 一起来操练 一起来讲说 一起来享受基督 一起来唱识祷告 然后我就真正爱上了 我们的照会生活 在那里天天的 除了周一 因为我还是需要加班之外 每天周二周三周四 周五周六到主日 天天晚上过照会生活 享受照会生活 天天晚上来享受基督的喜乐 所以说真的是让自己 全人有一个完全的转变 一直到 差不多半年以后 主给我一个新的启示 觉得我应该 搬开那个地方 离开本族本家 所以说 主给我一个新的启示 就让我来到安纳汉 后来呢 我在安纳汉 跟着主的引领 在那里待了两年 叫全时间训练 所以说感谢主 是给我这么大一个怜悯 让我这么一个 原来反对这个执事的人 原来看不起这个执事的人 原来藐视这个执事的人 现在是完完全全的 愿意忠诚于 服侍于这样的一个执事 愿意能够把自己 完全献给主 来建造神的家 这就是我自己一件 小小的见证 也不知道自己说的什么 就感谢大家 感谢各位弟兄姊妹 让我们一同在这个道路上 继续向前走 阿们 感谢主 我们能够看见 主恢复的意象 走主恢复的道路 完全是在于那位发怜悯的神 不是在于 甚至还不是在于那位行程机的神 是在于牧养我们一生的神 我昨天白弟兄的见证 非常的有冲击力 他说他少年的时候 跟这个监禁 还有公安 还有法院打交道 我少年的时候 是跟黑暗死亡 还有贫穷打交道 但是主拆遣了两位欧洲人 一个德国人 可能你们听过我见证 一位德国人在公司上跟我传婚 我得救了 牧养我三个月离开了 结果主又预备了一个法国人 牧养我两年了 我又失去联络了 从三十五年前就失去联络了 后来我就上了大学 在大学的时候主就给我一个非常强烈的渴慕 各家基督教的书竭力的追求进入 最终呢发现尼拓胜的书 李长寿的书Stands out 哇他们的书为自己表白 我到最后别的书都不看 就进入这两位时代之士的信息里面 最后呢我那时候还对各个基督教团体 还是觉得蛮同情的 我们不要那么特别 结果呢就读了那个 《教会的见证与立场》这本书啊 我连夜把它读完啊 隔天我就到主会论召会聚会 直到今天 有谁读过《教会的见证与立场》这本书的 哎呀不多耶 不多啊 鼓励你们去读啊 那就是我的转类点 1987年一直到今天 看见主恢复的意象 走主恢复的道路 那么我把这个是fast forward 这个 那么主一直带领啊 我们到了法国 就是这个背景 那么主呢 这个成群弟兄一去呢 他说你去找那个一个弟兄 找到那个弟兄之后呢 他就给我很多课 那本来今年一到三月 我不想在那个法国冬天非常冷 真的很冷啊 乌克兰来的黑龙江来都说那也很冷 我这个去第一天上课就是我生日 1月23号 哎呀我出地铁站了 哇那个暴风雪 我那个穿着夹克 我等了 冷得哆嗦 哎呀我这时候应该在加州享受温暖的阳光 突然间可怜自己一下了 哎 荣耀的灵降临在我身上 哎呀我这时候眼睛就夺眶而出啊 我说主啊 我的脚啊已经踏在欧洲的土地上 我的脚啊站在法国的土地上 我在你面前 主啊我侍奉你 主啊我在这里 哎呀那个荣耀的灵啊充满我 那个眼泪啊荣耀的眼泪 然后我就一直哭啊哭到进教室啊 然后今天就擦干六小时的课 隔天啊都不太想去啊 为什么太累了 但是啊进去那下午还是得去 下午的时候呢 我就进去教课 当课之内 我说主啊你要在我的教课中教课 你要在我的岛这个说话中说话 结果我进去我就做见证 我每一堂课都做见证 做我这个德国人怎么带我德修的见证 法国人怎么牧羊我的见证 去年的那个学者福音啊 就要录影嘛 我是第一个你们开始那个录影的 结果他就说 你得给我们一些年轻的时候照片 还主就给我找到那个 跟法国弟兄那个合照那张照片 我就放上去给学生看 Why friends 我为什么来法国啊 美国好好的为什么来法国 主的怜悯 主的带领 然后我就做见证 长话短说话 我就说这个法国人他名字叫迪迪 他娶了一个日本人 日本太太 然后他们在台湾住了很多年 这时候呢 窗户旁边就有一个学生 他说请你再讲一遍 他叫什么名字 我说他迪迪迪 他说欸 我爸爸的名字也叫迪迪啊 我妈妈是不是日本人啊 我在台湾住了十几年啊 他跑上来 我能不能看看你的电脑 因为投影片有点模糊 他就看了一下 这是我爸爸 哎呀我这一下子我也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 我就给他报了一下 发生什么事情啊 再报了一下 我这时候又被圣灵充满 我一转过头来啊 对全班四十个学生 说How can you say that there is no God 我没用英文讲了 又再说一遍 There must be God 阿们 这个是神的作为 哇四十个人啊下巴都掉下来 我发给我儿子呢 他发给我三张下巴掉下来的照片 那这个时候呢还有人哭 我回家回去讲给姊妹之家的姊妹 他哭成一团 我自己的当天没有哭 我说隔天 隔天早上四五点的时候 哇哭了不行 我躺在床上的时候一直哭 我说主啊 主这句话 以佛所说二章四节五节 他说然而神负于怜悯 当我们因过犯 死在过犯罪中病罪之中的时候 竟然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哇这句话一直在我里面运行 我们原是死在过犯病罪之中啊 哎呀我们与其他人没有一样啊 行肉体的思念所抑郁的事啊 我走在黑暗死因的幽谷 我看不到未来 我是一个私迷的这个少年人 但是呢主啊这个把我 借着这两个欧洲人 把我从黑暗死因之处啊 就拔出来 那么后来我们就邀他 来我们姊妹之家阿姨 跟他合照 那么后来呢我们这个课上完了 还有一个学生主动提起来 他说 那个 你说 你Dr.Huang 你那个PhD是什么专业 我说统计啊 那你认为这件事情发生了几率 我没有主动提出来 已经过了一个学习 他还印象很深刻 你发 你觉得这件事情发生了概率有多少 我说几乎就是个零吧 他说就是个零啊 他比我还感动 然后后来又找了两个学生的 我准备邀到聚会来 他说他们就做见证 他说那一天哭的就是他 就是他们两个 然后又过了一周连续三天的课 这个 我就要他儿子来吃饭 他儿子还没有得救 他儿子还没有得救 我就说 我就跟他传评 Hallelujah 他接受主得救了 所以呢 他以前啊 35年前 35年前呢 这位法国人呢 到台湾呢 拯救一个私迷 走在黑暗时音幽谷中的少年人 今天呢 35年之后呢 我这个传评给他儿子 而隔天呢 又一个印度的学生满脸的鬱子 好 感谢赞美主 主就是牧养我们一生的神 Hallelujah 阿们 感谢主 阿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弟兄是这么的 这个绝对爱主 阿们呢 如果要讲到说 看见异象走上主这个生命的道路呢 实在是这个主的主宰 他是1987年进到主的恢复 那我是1991年遇到他 那这个看见异象跟没看见异象 有没有走上道路 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人生一个转捩点 那我年轻的时候是一个 这个室内设计师 那我用我的眼光 我爱慕世俗的东西 那呢 我的得救 其实是在公会里 我的得救其实是 我不知道我在哪受精 然后呢 反正我就是 变了业 在台北工作八年 那你知道台湾是一个信仰自由的地方 那呢 各个中派教堂是非常多的 那呢 我一方面也爱世界 一方面也会去聚会 所以我的同事说 小贞 她说小贞啊 有教堂的地方就是你家 对不对 我说对 没有印象 没有看见 那这个2000年的时候呢 台湾有这个 要有多少 2000个教会的兴起 我那时候觉得很好很好 那殊不知那是 2000更多个分裂 我没有印象 没有看见 没有真理 所以我不知道认识 我不认识神的经论 我不知道我有灵 我不知道如何传福音 我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基督徒 我没有一个正确的道路 只因我去服事 那我之所以能够 能够那个这个 能够来见到主的恢复 才开示了我这个爱主的路程 那基本上呢 是我的妹妹先认识主的恢复 她把我邀到一个主恢复中的聚会 那就是一个 1991年 刘成吉弟兄带领的 这个叫生技科技 成辰复兴 日日得胜 那我一进去我觉得非常惊讶 这里的人太疯狂了 无人拦如老少 大胜呼求主 跟我在公会里的安吉莫岛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一直揣测到底谁是牧师 也不知道 然后呢 这个我就自从呢 那居然会呢 就有个弟兄说 有一个弟兄 是跟我在同一个地方的 他要把我跟我妈妈 顺便带回去 在车上就认识了 那我弟兄呢 就知道我是一个寻求者 然后他就开始呢 接触我 把我带到教会里 那呢 这个很奇妙 他就一直为我祷告 一直为我祷告 祷告到一个地步呢 我就这个开始 这个去小牌 开始去主日 开始就慢慢转过来了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就是 一年不到的时间 我就 转过去了 那之间 主做了很多事情 就转过去了 你一进到主会府 爱主的话 你就想要服事 结果没想到 你知道吗 我得救在公会里 我们在公会里流淌八年 当我一回到主会府里 你爱主 我从最基本的服事 就是派诗歌圣经 整理书桌 这个书报主 结果呢 我居然发现一张明信片 非常旧 上面写着 我要丢掉了 我说这么旧的东西 应该丢掉了 我一看 居然有我的名字 刘玉珍 出俗的果子 啊 杭伯伯 带我到杨梅 照会 受敬 你知道吗 其实在他带我进入主会府之前 我对主的会府是敌对的 我一直猜到说 你们教会 为什么要叫照会 你们为什么喊那么大声 主为什么听不到 你们为什么要合合本圣经 我每次去聚会呢 我就准备了很多问题 然后我就是要挑战你们 就是 就是绝对要击垮你们 我要叫你们认同这种叫做一般的工会的普遍性 为什么你是独特 为什么你要特别 我将近一年的时间对这么的怀疑 但是呢 你要知道他是1987年进到主会府 1991年我遇到他 这一路上他是一直车辆服侍我跟我母亲的时候 哇他很多的问题 居然都能够引心据点 旧约新约 一路贯穿一路的思路 把这个整本身体解释给我听 我所有的问题 我在工会里遇到这个有的牧师 什么台大的 有名的这个牧道者 我有很多属灵问题 他们不能回答 尤其是 启示录 结果没想到他在这里 说居然是男的 我们有解开的圣经 他就一意为我解答 我那时候不知不觉 就对他里面这个基督啊 那个丰富啊 就 就深深吸引 哇好像属灵的老师一样 哇 三年 弟兄姊妹进到主的恢复里 这一份恢复的圣经 读解 神秘读经 属灵不出炮 可以把一个人构成到这个地步 我对他有深深的羡慕 那 结果 没想到呢 我后来呢 被主吸引到一个地步 哇主啊 我抛弃我的工作 我要参加全时间训练 就是在那时候 主觉得我有更好的训练 就是他跟我求婚 哈哈 结果呢 没想到你知道吗 因着这个 在主会不会的异象 我就觉得说 你知道吗 跟他结婚的时候 他拿一张白纸 我下个薪水开始是什么 我说啊 你没有存款你要结婚 他说 我说你钱这么花的 他说 欸 效法 你弟兄啊 三分之一 啊这个 这个生活 三分之一 动线 三分之一 买书包啊 结果呢 我到他家看 哇都是主会部的书籍 录音带录音带都有 我说好 可以我答应 我就 从开始结婚 就是 就是 就这样开始的 结果呢 因着我们爱主绝对 我们要 要那个 就开始要走上 看见这个异象 我们就 开始走主的道路 尤其是在 台湾那时候的 乡镇的教会 虽然小 但是呢 事情非常好 就把我这个人 尤其世界的导独 把我这个人的 这个 工会的 这个 老旧啊 已经都洗去了 对 所以感谢主 看见异象 愿意跟着 看见异象的人 走这条实际之下的道路 所以主就带领我们 这个撇下一切 这个 到了墨西哥 到了美国 到了 这个 法国 对 这条道路了 一去就不再还原 那呢 我们就像这次训练中讲的 我们要过月蛋合 要经历基督的死 要这个 付出代价 一直往前 敬到主 主为我们预备的荣耀 阿们 我从 二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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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三十岁 刚才我们 普通篇 五百四十岁 那里第三集啊 同心活力 实行活力牌 我的见证 这个五十岁 一年中呢 继续 活力的 这个 我的感觉啊 三个点 三个点 第一是 第一集 福国里面呢 主我们 在 献上自己 这个献上自己 这个第一个 第二是 祷告 目标 礼商 是 教宗 教宗 一直 拜平吧 拜平 首先呢 我 这个 献上自己 我天的 八月 七月吧 七月吧 七月的 这个训练 参加 2009开始 2008 一天 李小姐 少国 参加 这样的 美好的 训练 所以 2009啊 那时候 过 集团 印章棚的时候 到今年 十一年 一直参加 其中呢 祝我愿 献上自己 天照你 献上自己 这里 有 献上自己 阿们 阿们 每一次 哦 南京来的 治病 在这里 啊 每年啊 习都的 年轻的弟兄姊妹们 奉献更兴奉 奉献 奉献奉献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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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里面有感动吗 阿们 阿们 我 愿意 以此 奉献 阿们 阿们 劫队的奉献 阿们 这个第一 第二 是 祷告 最近 董经 董经 董经召会 六点半 到七点 每一天 四五个 普通的弟兄姊妹 一 三 一三五 还有一个是 二十六 我是二十六的 三位 十位 普通的弟兄姊妹 每一天 一做三次 一做三次 六点半到七点 祷告 祷告 为主 活一的感觉 成为一的感觉 很好 六个月间开始 我们 越来越一的感觉 阿们 这个 祷告 天安的祷告 普京天安的 三十分的祷告 还有 一对一的祷告 一对一模样中的祷告 我与姊妹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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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姊妹们与他们祷告 在天安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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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人最幸福的感觉 我知道这样的文化 所以我去從外角東 昨天來到這裡 這裡白星來弟兄 還有陳衛弟兄 南京來的弟兄 不光 這樣的弟兄們 shake a hand 握手握手握手 很配合力 這個握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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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五十七年的回復禮都被了後面的十一年了 第一是絕對的奉獻 每一天奉獻 這個奉獻是奉獻再奉獻 絕對的奉獻 第二是討告 國中的討告 第三啊 我喜歡這裡來 這裡的弟兄們都是活力的 活力的 所以 奉獻就是配活力 這個 這個我的五十七年中的後面的見證 感謝 謝謝 非常 我覺得非常喜樂 非常 主是看重我們 能夠聽見這樣的見證 我們今天 在主的恢復的裡面 不僅是恢復真理 也是恢復這個神人的生活 Amen 我們今天第一篇是來到認識主的恢復 所以 在昨天晚上 弟兄就給我們看見 我們要看見意象 這個意象要控制我們這個人的方向 要控制我們這個人所做的決定 所以在 這言書這裡講到 二十九章十八節說 沒有意象 明就放肆 我們看 昨天看見 保羅的意象 他看見這個意象以後 他就能夠按照這個意象 生活行事 所以他的一生 都是為了這個意象 但是在聖經中 也有一個彼得 所以彼得他看見了意象 但是他也有失敗 主又把這個意象啟示給他 他又回到正確的路上 所以我們那個意象 不是一次就能夠看得清楚的 我們意象要有更新的看見 所以我們今天這幾天的訓練 怕我們弟兄姊妹 我們都能有一個更新的看見 要看見這個意象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主的恢復 我們首先看 什麼是恢復 在綱目的第八頁 我們來先讀一下這一篇的篇題 認識主的 我們再來一起讀第一大典 意思是 一樣東西後來失去了 因此需要將其回到原初的光景 Amen 所以恢復的意思是說 一樣東西是有的 但是因著人或者是事物 人的不中性或者是事物的搅扰 這個原初的東西就失去了 但是我們的神 他是有他的旨意 是有他的目的的 他要達成的旨意 達成他的目的 他一定要把他原初的心意恢復起來 所以這就要需要這個恢復 所以我個人的經歷來說 我們一定要看見這樣的意象 在照會生活當中 遇到一位聖徒 他在照會生活也不是短的時間 有五年到至少五年到十年的時間 但是距離這段時間 他突然就離開照會生活 他就去到公會裡面去聚會 我聽見這件事情 我就問我自己 為什麼這樣的聖徒聚了這麼久 還是會回到公會裡去聚會 弟兄們經常講 我們有才幹的一些弟兄 他們為了自己的 野心 他們會離開主的恢復 因為他們的野心沒有達到 但是我們普通的聖徒 像我這種沒有什麼才幹 沒有什麼能力的 也有可能離開主的恢復 回到公會裡面 我就問我自己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種情況發生 我相信主也是給我答案 就是因為我們還是沒有看見意象 我們一定要看見主恢復的意象 才能夠留在這條路上 我們在馬太福音在第十九章 在第十七節 法利塞人他們問主耶穌一個問題 是關於修妻的事情 說摩西允許人修妻 但是主在十八節 在第八節 第七節他法利塞人問 主耶穌這個問題 但是第八節 我們的主回答說 摩西因為你們的心應 才准你們修妻 但從起初並不是這樣 但從起初並不是這樣 這裡給我們看到恢復的原則 就是從起初不是這樣的 但是在這個經節 也給我們看見一個 很個人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今天我們弟兄姊妹 我們是願意留在神 允許的事情上 還是要留在神 他所渴望的事情上 神所渴望的就是起初 我們要對 我們如果去讀《启示录》 我們會看到 我們今天神在這個時代 他是允許這些公會的存在 允許天主教的存在 但是神的心意 他要我們回到非拉鐵非的光景 要回到神起初的心意上 所以弟兄姊妹們 我們一定要看見這樣的意象 我們要回到神心意的裡面 感謝主我們有這樣的訓練 一次一次給我們開啟這樣的意象 讓我們能夠看見這樣的意象 所以我們來進入到第二大典 我們起來讀一下 是一個恢復的歷史 召喚的恢復是逐漸進步的 因著撒旦的破壞 因著人的不忠性 所以這樣的在聖經中的真理 或實行裡面都有損失 都有失去 但是主要藉著他這個恢復 要一步一步的來恢復 所以每一個時代都有他的恢復 在第一世紀 就是在使徒他們的時代 那時召喚就已經墮落的光景 如果我們讀《起誓錄》 我們就會看到這樣的事情 但是使徒約翰他寫了《起誓錄》 他說我們要成為得勝者 得勝的意思 在另一面就是說我們現在是失敗的 我們要恢復到得勝的地位上 所以在啟修利公們看到 就有恢復 所以今天在恢復的裡面 我們每個人都要可慕成為得勝者 成為神心意 做神心意裡面的人 所以這就在第一世紀 就有恢復這件事 所以到第十六世紀 由馬德路丁 路德馬丁 他來恢復這個因性称意 所以我們 我相信大多數弟兄姊妹 我們都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他在天主教 很受逼迫的情況下 他看見聖經的真理 但是他不顧一切的反對 他來恢復這個聖經裡的真理 所以一步一步 這個神的真理要被恢復起來 所以在第十六十八世紀 有屬佑興起 新生奪夫 帶領摩爾維亞的弟兄們 恢復照會生活 他們與世界隔絕 與去掉階級之分 注重交通配搭 盡力保守合一 去掉形式上的統一的組織 並讓基督為首 讓聖靈在他們中間掌權 所以我們會看到 不只是真理上有恢復 照會生活方面更有恢復 之後又興起 主要在十九世紀 又興起弟兄們 又帶進進一步的恢復 但是我們都知道 如果我們 我們的神是有一個仇敵 他在進入這樣的恢復的時候 他的仇敵是不罷休的 他會一直來用 一些人或者是士 來阻止主的恢復 但是感謝主 我們的主 他的旨意是永遠不會失敗的 他要藉著一幫人 看見這樣的意象 來走這條恢復的路 所以主在中國 在興起的一位弟兄 就是我們的尼托生弟兄 他繼續來這樣的恢復 他不只是恢復真理 他更是恢復照會生活 並且恢復要人人進功用 所以今天我們在照會生活的裡面 我們就是要人人進功用 我們要有一個神人的生活 並且要照著神牧羊 今天我們的恢復是高的恢復 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們 我們都能有這樣的看見 Amen Amen 感謝主 我們要有意象的人 昨天弟兄說到保羅是有一個意象的人 他從來沒有違背從天上來的意象 保羅得到的意象是什麼 他在他的十四封書信裡面 向我們成名 把神的精倫 截去給我們看 看見他精倫的奧秘 他在書信裡最重要的就是講到基督 接著就是講到那個靈 靈有神的靈 也有講到我們人的靈 讓我們神的靈與人 進到我們裡面 與我們人的靈能夠調和 能夠成為那個一 所以這個真理的點 我們必須要認真的去認識它 我們要留意聖經的話 在這裡以後 他更強調的是生命的事 因為在生命裡面 其實在約翰福音 主已經說過 他的話就是生命 但在哥倫西書裡面 三章四節 他說到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我們得著這個生命 不是為了我 是一個我們 他接著說 他顯現的時候 你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 在榮耀裡 所以這一切給我們看見 這個生命 是產生召喚 是為了得著這個心腹 是主所喜悦的 然後這個心腹要成為軍隊 為他來征戰 要得著這個地 成為他的國 所以這一切我們看到 這個就是神的經論 我們今天要恢復的 就是要恢復這個保羅 這個完成職事 讓這個職事的中心的意向 定正我們的生活 我們不是單個的基督徒 我們是一個團體的新人 在這裡我們不斷地來吸取這位主 成為我們的頂替 讓我們能夠天天地來接觸它 我們漸漸地被它來變化 我們要恢復的就是要恢復這一個 也要恢復身體肢體的各個的功用 這個恢復我們享受主了 我們得著那個生命供應了 我們要把我們的這一份 能夠供應出去 這個只有在身體生活的裡面 在教會的侍奉上 我們能夠來經歷 經歷這一切的實際 我們單個的基督徒 你在家裡你可以享受聖經的話 你可以那個理解很多的真理 但你沒有在這個教會生活裡面 你得不到這一切的實際 所以我們真的保愛我們的教會生活 在教會生活裡面 我們有弟兄姊妹 對剛才弟兄交通的我們來一同的禱告 一同的來交通 為著是怎麼樣 為著我們的身體的往前 我們這條路走得正不正 我們自己很難來辨別 但是在我們跟隨羊群的教宗的時候 在教會裡面 我們就得一同的走 一同的往前 我們那個路走的時候是有困難的 但是有了弟兄姊妹我們就有何處 我們彼此互相 我遠落的時候有人來扶持我 我跌倒了有人來扶我一把 讓我們能夠繼續走下去 不是我們能 是那位包羅萬有的基督 成了那靈在我們裡面 能鋼強我們 祂能供應我們 因為祂是我們的一切 所以我們有了這個的意象 我們這個生活外面看來 是一個窄路 甚至是艱苦的 但我們裡面是滿有了喜樂 有很多事情我們會覺得 這個世界對我不公平 或者你覺得我很多難處 但其實我們在靈裡 我們是沒有這個感覺 你不會有這個感覺的難處 你完完全全在這個靈裡 是享受它豐富的供應 在教會生活裡面 這是我們的寶貝 所以還需要的更多的寶愛 這樣的訓練 與各種的特惠 主的話是藉著身體來說 也是這個 它也是像的仲造會來說 我們要把握這樣的機會 進入到祂的話的深處 來認識祂 來摸著祂 目的就是要得著祂 贏得基督就是我們的生活 Amen 我們需要認識主的恢復 好不好我們一同把這個第三大典 來讀一下好不好 主今天的恢復 乃是恢復保羅完成之事的意象 這中心的意象 乃是做三一神具體化身的基督 成了次生命的靈 使祂得以分支到我們裡面 做我們的生命 使我們成為祂身體活的肢體 好身體 Amen 親愛弟兄姊妹 我們這一次要看意象 如同保羅一樣 保羅如何得到那個 從天上來的意象 我們要看見 這個整個聖經的中心 就是在保羅完成之事的中心意象裡面 所以我們必須要清楚地看見 這個中心的意象 免得我們隨流失去 剛才我們兩位還有四位弟兄姊妹的見證 還有兩位剛才弟兄姊妹的信息 弟兄們的信息 都清楚地告訴我們 主的恢復是神眼中的同仁 是最寶貴的事 今天神的旨意必須在我們這一代完成 所以我們必須要好好地看見這個意象 這個意象是什麼呢 就是三一神已經具體化身在基督裡面 而基督今天成了赤生命的靈 是不是這樣 Amen 基督是那赤生命的靈 在我們靈裡面 要把自己分刺到我們的裡面 目的是為什麼呢 為了祂要做一個團體的彰顯 就是基督的身體 好讓我們人人都能夠成為基督生機的身體 這是要好好彰顯祂 Amen 兩千年已經過去了 剛才我們弟兄也說了 在馬丁路德之前 這個神的子民已經到一個最低 最黑暗最敗壞的程度 甚至連聖經都不讀的一個程度 馬丁路德他這個 開始他的恢復 然後摩爾維亞弟兄們 開始身體的建造 然後當然有十九世紀 在英國的弟兄們 但是到了二十世紀 在這個 這個處女地 神 拣選了 尼托森弟兄和李弟兄 在這裡有基督身體的建造 親愛弟兄姊妹 今天是遍布全球各地 Amen 你們參加這個下去 下集訓練就看見了 多少弟兄姊妹 從海外各大洲 一同來在一起 我們四千多人聚在一堂 就是要來追求 被基督來構成 建造基督的身體 Amen 所以這是這個時代 是一個很特別的時代 親愛弟兄姊妹我們能夠實在這個時代 實在是主特別的聯名 要我們更多的來追求基督 建造基督的身體 願意這樣的意向 定住我們一生的方向 我也是 1962年的受盡 這個多少年 在主的恢復中間 就是因為這個意向保守了我 Amen 我們有許多弟兄姊妹 一同在這裡跑熟天的賽神 在這裡我們有三一神 完備的供應 還有眾召會 做我們的支持 我們在這裡實在是 忙了把握 我們一同跟弟兄姊妹 可以跑到路中 Amen 請我們來讀這個第四大典 我的時間很有限 恢復乃是建造西安 得勝者 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 我們需要看見意向 就是主的恢復乃是一道 剛當大道 西日東升 前途無量 我們需要心中定大志 心中射大摩 神為太基督 他的得勝者 在國度時代 如日同出現 光輝烈烈 Amen 親愛的弟兄姊妹 主的恢復是要建造西安 我們知道耶路撒冷 就是講到神子民一般的情況 但是在耶路撒冷城中中有一些高地 就叫做西安 這就是神要得到他的得勝者 Amen 要我們能夠根據這樣的意向 一同來奔跑這樣的賽程 我們需要看見意向 要看見主的恢復 乃是神心中最保愛的事 他眼中的同仁 這些人啊 他要憐憫我們 要訓練我們 要加強我們 要讓我們能夠追求成為得勝者 Amen 好不好我們都在宣告 主啊我要成為得勝者 Amen 主啊我要成為得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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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主的前途就系在得勝者的身上 我們必須要看見意向 與弟兄姊妹一同來配達 來建造 來走在主恢復這條匡莊的大道上 這條大道是如同昔日東升 前途無量啊 是不是 尤其你了解教會歷史 你就更會看見 這個主的恢復 一定是要把主耶穌帶回來 我們必須要成為 心中立大志 色大摩的人 愛基督和祂的造會到極點 並使我們成為祂的得勝者 在國度時代如同日頭出現光輝烈烈 可不可的 在國度時代 居民發射 會有展現光輝烈 以往